大人,你有没有再认真听我说话?听着呢,路易松手摸了摸她的脑袋,浅笑道所以你今日心情不好,是为伤孩子这个问题。 惊吓坦然地点点头,如实道我认同上官姐姐说的,女子并不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,她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完成。 但是我无法理解,她为什么明明知道大洋喜欢小孩子,却不愿意再为她多生一个,能为心爱的人生而育女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事情吗?难道是因为感情不够深吗? 路易一手揽过她的肩膀,将人拉到身前与自己对视,悠闲到他们感情深不深,我不好评价,我只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,你担心的问题也不会发生。 怎么不一样了?大人怎么知道我在担心什么问题? 路家可是官患是家,说不定更在意呢? 惊吓撇撇嘴,故意这么说,生死窃阔,与子承说,执子执手,与子偕老,惊吓,你根本无需质疑我们的感情。 至于孩子的问题,路家到我这一辈已经是几代单传,如今夫人给了我两个孩子,早已心满意足。 我这么说,可还有疑问,似是不相信他会亲口说出这样的话,惊吓睁远了双眸盯着他看。 大人,你,本就不是一个习惯情感外露的人,若不是为了与他一并说清楚,不再纠结生孩子这件事情,路易哪里会表真心来着,都是行动胜过话语的行动派。 对上他那探究的视线,路易松开了惊吓几分,迈开步子向前走去,哎,大人等等我,你刚刚是在说我们的感情吗? 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,执子执手,与子偕老,哎,大人,惊吓私存着,是不是刚刚自己没有及时回应他的满腔热情? 大人嫌他不解风情了,还是大人害羞了,好像是后者的可能性高一些。 你说什么便是什么?路易没有回头,惊吓却是听出了他语气里的一丝慌乱,哒哒哒跑快两步,拉住他。 大人,怎么了?路易不太自在地一看了视线,难得看到他这副模样,惊吓忍不住笑意,脸上的表情有些夸张,不可思议,又有些洋洋得意地打去道。 不会吧,大人,这不是小情人之间的寻常话吗?你怎么说完还害羞的啊?小情人是吗?路易眯了眯眼,带着几分危险气息到自是比不得经验丰富的原补头。 你说是吧?若是搁在往日里,一旦看到路易出现这样的神色,惊吓怕是得赶紧顺毛了,可今日难得听到他的情话,胆子也跟着大了几分。 不是啊,大人,我也有话要说,说吧,惊吓点起脚尖,伸出双手一下捧着路易的脸不算,还胆肥地揉了揉,将自家夫君的唇甲全部都给挤成肉嘟嘟一团。 其实要睁开他这小手,倒也并非什么难事,宠妻无下线的路易,却并没有这么做,而是静静地促瞎看着他。 前一刻嚷嚷着有话说的惊吓,对上他那灼热的视线之时,话到嘴边又淹了回去,反正过足了揉他脸颊的手瘾,善善地松开了手上力道,垂眸盯着自己脚尖看,满意了。 惊吓抬眸看了看他,听话地点了点头,夫人如今占我的便宜,倒是越发地顺手了,都是哪儿学来的? 这还用学吗?也不想想他可是下野,这般想着的惊吓,肆无忌惮地露出一脸得意的小样,理直气壮地说道,大人是我的夫君,我的就是你的,你的就是我的,我不过捏了一下你的脸而已,怎的就是我占便宜了。 瞧瞧这部有分说,理所当然的语气,陆毅有些好笑到不是占便宜是什么,这个就叫增进彼此感情,大人有意见,能对自己上下其手的也就只有他了。 陆毅故作恶状,捏住他的小圆脸,以牙还牙地回答道没意见,见他小乃音地嚷嚷松手,陆毅才恢复正色到杨家的事情,你别掺和,更别把自己往里套,线下时辰不早了,你早些回去休息,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。 合适啊,陆毅自是不会说实话,有些黑暗的事情,他来处理就好,公务上的事,不用太久的。 今夏犹豫了一下,还是乖巧地点头印下,好吧,那我先回房,大人你也别忙得太晚了,知道了。